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道 年夜饭必备的传统酱牛肉做法 方法简单,一操作,一学就会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做酱牛肉最好是选择牛腱子肉 软中带筋 吃着会又香又有嚼劲 往期的视频有教大家如何挑选鲜鲜肉质的牛肉 朋友们可以去翻看学习一下哦 这里是一斤多的牛腱子肉,对半切开 中到一个大盘中 倒入清水 水量一定要没过牛肉 放在冷水里面浸泡两个小时,泡出血水 两个小时后来看一下 牛肉浸泡出了非常多的血水,就是把牛肉拿出来 把牛肉放到流水下,冲洗一遍 把牛肉冷水下锅,开大火加热 趁着这个时间准备一下香料 八角两颗 香叶两片 桂皮一小块 白纸一片 草果一颗 少许干辣椒 少许橙皮 一把花椒 再来准备一勺黄豆酱 一勺猪猴酱 一块豆腐乳 卤牛肉必备这三酱,会让卤牛肉的味道更加的纯香 水煮开以后,表面上有浮沫,把这些浮沫打出来 浮沫撇干净后,转中火 倒入40毫升的生抽 10毫升的老抽 放入刚刚准备好的香料 猪猴酱,黄豆酱,豆腐乳也一起倒进锅中 再来点葱段,姜片 来一小勺白糖 所有调料加进来以后 舀一点点来尝尝味道 适当的补一些食盐 味道适中就差不多了 再准备一个高压锅 把牛肉转到高压锅里面 高压锅比较深,才能够让这个卤汁完全把牛肉给浸泡到 像这样,一定要把牛肉完全摸过 这样我们牛肉才能够均匀的入味 煮开后保持小火 像这样撕开,背开的状态 炖煮一个半小时 如果是开大火炖煮的话 牛肉就会因为卤汁沸腾的 太用力而倒成肉质疏散 所以全程要用小火炖煮 在这里高压锅不用上汽 稍微盖上盖就可以了 时间到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一开盖,飘香满屋 期间如果是卤汁这样蒸发掉了 可以适当的翻动几下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牛肉 能够用筷子这样子搓进去 但是不是特别软烂 能够感觉到有点点阻力 像这样牛肉就卤好了 牛肉卤好后就可以把它装进一个碗里面 放凉后切片就可以使用啦 但是这里还是强烈建议大家 把汤汁倒进来 放到冰箱里面浸泡一个晚上再吃 它的美味绝对不会辜负 漫长的等待 第二天一早 把牛肉从冰箱里面拿出来 直接切成薄片 切得越薄口感就越好 切好后装进盘中 一道美味的酱牛肉就做好了 选用腱子肉做的酱牛肉 软中带筋 吃在嘴里是非常的纯香 特别回味无穷 不管是要来下酒下饭都特别好吃 酱牛肉汤汁也不要倒掉 可以留着来煮粉或者煮面 学会这道酱牛肉的做法 年夜饭上一上桌 备受好评 预议着新的一年 牛气冲天 牛转乾坤 大吉大利 学会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也欢迎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